蛤?她数学不及格啊? 是啦!丢的捏!还读假班啊! 没错,他们口中的她,就是我! 十字节,我从小就很不喜欢数学 不管成绩如何,认为只要我活在自己的数学圈就行了 可是,就因为这一次的不及格 其他同学却在我背后说三道四,讽刺我! 说我不伤心,那都是假的! 嗯,我决定做出改变! 嗯,但要怎样踏出数学圈呢? 诶,我的偶像张艺兴,从小就凭着努力努力再努力这一句话 勇敢地踏出自己的数学圈,才有了现在的成就 今年,还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娱乐公司呢! 对啊!我偶像能做到,我凭什么做不到? 瞬间燃起我的斗志,我开始发愤途敲,每天都会做一本数学考题 就算很压力,我都会坚持把它做完! 没想到,我的数学成绩竟然从25分表到了62分,又表到了85分! 在这过程中,我渐渐发现,只有不断突破自我,再加上不断努力,生活中一切的不可能都会成为可能! 勇气和自信真的很重要! 蜕变都是从做出改变,主动迈出数学圈第一步开始的! 只要有心,或许只需要一小步,你就成功了哟! 记住!去追去穿,去乘风波浪,少年只属于远方,万全把弹闹一掺! 谢谢! 谢谢!